如果我们这一生满意不好 满意不好就是 我们不识修得不够 所以物质生活比较困难 不怕 可以补救 我现在多修 这是从前张家大师交给我的 我向他老人家说 没有钱 每个月赚得了一点钱 仅仅勉强生活 没有多余的 很简单很辛苦的生活 大师问我 一毛钱用 一毛钱用可以 一块钱行不行 一块钱也还可以 他告诉我 你就从一毛一块就不识 我很听话 所以老师很喜欢我听话 一毛一块怎么个不识法呢 从前不上寺庙 学佛之后 就常常去寺庙 寺庙里有印金 大家准备 拿个单子来 不管你捐多少都没关系 一毛两毛也行 他也收 那这就很方便了 我们就常常修这个随习功德了 这个方便 慈善救济 都拿了个小布子 来捐款 我们就是少的一点点做 这样做了大概三年 就有效了 就有效果了 收入就多了 真的是越识越多 我告诉诸位 我买第一套大赃金 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 非常辛苦 三年的积蓄 每个月省到什么程度的 我记得我花钱最少的 一个月的时候花八块钱 台湾钱 台湾钱跟美金对比的时候 是一块美金 三十块台湾钱 你看我一个月花八块钱 最多的没有超过二十块 不到一块美金 三十块才一块美金 那么样的简单 钱剩下的买大赃金 第一套大赃金 太辛苦了 那现在我送给全世界的 送大赃金 我的目标定在一万套 送四窟全书 我送了一百套 送四窟回药的时候 我现在又订了两百套 以前送了六十多套 越是越多 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 财不是 财用不缺乏了 法不是 我们大部分这个财 都是印金 印这些山术 金的山术 这些书是法宝 释出世间的法宝 讲金教学 也是法布什 要用精神 要用体力 这叫内财布什 这个果报 不但长聪明智慧 还健康长 身心自在 发习充满 所以我念念 不忘老师的恩德 没有老师的引导 哪有这样幸福的一生 在这个时代 幸福生活 有名无识 那么我们得到了 谁给我们老师指引 指点 要不是老师 我们怎么知道 无为不失 这个我从修复的时候 就重视了 为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打猎 杀害很多众生 修复之后才知道错了 所以放生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我们都尽心尽力做 我们都尽心尽力做 特别是生病的人 临终关怀 做这些事情 不失医药 不失医药 这个都是说 不畏不失 所以我不能生病 原因在哪里 医药费 不失掉了 没有医药费 你们都买了医药保险 准备什么 准备生病 肯定要生病 要不然这个医药费 没地方开销吗 我不生病 医药费已经不失掉了 没有了 谁不能生病 一生病就往生 这是无为不失 不但长智慧 也是健康长寿 所以 财不失的财富 发不失的聪明智慧 无为不失的健康长寿 你真正相信 真正肯干 确实可以 满你的愿 如愿一场 真实不虚